各位同学好,我是凌文老师 教升大学已经迈向了29年 同学应该要正常会问 29年升大学怎么能讲解经历学杂志 老师的个人充实啊 我在教补习班的时候 现在还在教,我都教英文杂志啊 英文杂志有什么特别吗?有 每个月都不一样 所以我不断的磨练,就得磨练了29年 答案就这么简单 可是学校的老师同样的教材 5到10年永远不变 可以知道这个差距很大了吧 再加上经济学权杂志 我讲解了13年的时间 累积了很多的功力 各位在荧幕上看到中国的有钱人 遭受各方袭击 知道这个assault就知道这个是超级的重要 讲到攻击,各位有背过攻击叫attack 你看我这边就把所有的攻击都放下来了 这就是整理的功夫 你的电脑里面有这个功能,没这个内容 所以欢迎各位同学找我一对一上课 才会看到这么多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有一只手 没有啦,所以你可以理解大概就好了 第二,agonies 他们的这个痛苦就在市场里面 A-G-O-N-Y 我们看这个单词 agony有动词叫agonize 极度的痛苦 整个市场让他们存款就这么消失 而且state这个字有三个意思 但我不告诉你 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完全会 目前中国的这个变化 完全会改造中国人 有钱人的经济能力到底该怎么变化 当然啦,各位可以在右边的google翻译可以看到啦 他们的市场跟国家手中所遭的痛苦 将重塑中国 所以简单来说 他们所写的所面临的投资环境 极度的恶化 我们把这篇文章听了四分半钟 同学们欢迎找我一对一上课 为什么? 就像你看病会一对一 你去补习班是一个老师对三十个学生 五十个学生 你看病能够这样做吗? 所以真的英文进步一对一 找我上课咯,拜拜 不过如果各位同学想要观看后面的内容 你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跟联问老师呢 就是一对一上课 我就可以每一周给你看这些课程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直接买经济学院杂志的课程 一年250篇文章的讲解 再说一遍 一年250篇文章的讲解 你看荧幕上我已经讲解了2784篇 这代表简单吗? 时间过了12年 就这么简单 时间过了12年才可以累积这么多篇的文章讲解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很快就要超过3000篇了 一对一跟买课程有什么差别呢? 一对一你会发现到 里面出现的单字会告诉你 他从哪个字变来的 你哪边弱哪边补墙 很简单嘛 就像各位都知道一对一的课程 能够直接找到你的弱点 譬如说如果你不知道 Recipient从哪个字变来的 我就告诉你说 哦他从receive这个单字变来 你就可以马上发现到 哦这个就是你可以了解你做笔记的地方 strike我最喜欢问学生 你觉得他的过去是谁? 很多同学都会答错 会答成stroke对不起 strike这个单字 它的变化有这么多 你就可以快速可以看到 所以林文龙是讲解的课程 上面有QR码 欢迎可以直接找我上课 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内容 我再说一遍 一对一可以看到很多单字的讲解 如果是导读课程 每年费用3600块钱 重点是就是一个听一个故事 但是250个故事也够多了 等你找我上课咯拜拜 拜拜